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我是卡路斯 各位好 在上个星期我和校长和同事 一起来参观这个Y Park滑区之后 今天我们又有一个机会 成为全香港第一间的滑口 是带领学生来参观这个Y Park滑区 让我们非常荣誉 今天当然会看回我们上一次 所看到的一些战品 或者一些展览 但是我们更加有机会 听到一些艺术家 向我们的学生的一些讲解 他们的使用木材制作的艺术品 今天我们就选择了 这阶级艺术家 这阶级艺术家 其实就是每一个人 各个身份都很不同 可能有一些是建筑师 有些可能是保身的独特設計 也有一些是香港本地之间 我们可以稍后的其他 就会再为大家介绍一下 这阶级艺术家 然后我们也会有一些工作方 这阶级艺术品 这阶级艺术品 都是可以稍后的 原来的建筑 原来的建筑 就是 你家的核桃 切了我们的核桃 放在我们的核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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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就叫原来的建筑物 又或者是 开建筑地监 本身有一個劇場, 劇場那些都是標準的 又或者是最常見的一張原本是甚麼呢? 台風 最近那些台風, 看新聞都看到有一個劇場 那些都是標準的 在未參觀各位藝術家的實作之前 我們已經有機會跟學生參觀這個展館 而展館裏面已經有很多用木材製造出來的藝術品 而且在展館裏面你還可以學到很多跟木材有關的知識 例如這些木材就是香港常見的樹木 而平常我們見到用木製的傢俬的顏色 原來不是他們真實的顏色 是掩飾過的, 你又知不知道呢? 至於木材生長的結構, 我們自小學習木工的當然知道 但對學生來說, 都是一個很有趣味的知識 還有呀還有, 棵樹斬了出來 怎樣切割, 其實都有很多學問的 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這個木材白紙櫃 它是一個本地的藝術家所構思的 這一刻還未完成的 聽說完成之後 每一個桂桶會用一種本地樹木的木材製造出來 完成之後, 我一定要再來參觀多次 和他拍一張照片 參觀藝術家的創作之前 同學再一起看一套短片 加深他們對環保的認識 而展廳裡面還有一個木工場 各種的木工工具應有盡有 聽說將來這裡還會有工作坊舉辦 而這些用CNC機挑割出來的木材積木 可以組成很多不同的結構 同學都玩得很開心 好搞笑呀 寶貝沙 這個太大了 這個巨沙 這個太大了 要搬不動 好可愛 所以木頭是很可愛的 好, 接著我們帶領同學出到戶外 去看一下這八位藝術家的各自的創作 我覺得這些錢 對, 其實好像樹紋 因為年輪其實都是經歷了 這個載體經歷了每個環境 讓它變化會形成的圖片 這個紙其實都是一個在體 講到不同的故事 其實就是將它們兩者結合 設成一個一體性的作品 本身呢, 其實紙這件事又是哪裏來的 也是紙 也是紙 沒錯, 陳奕敏他就用了這件事 都加上了 OK, AIDA 我可能是用了這件事的元素 就放下紙 跟他們進去 看, 他們是在做什麼 看, 他們在做什麼 看, 他們在做的 看, 他們在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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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點不同 可能, 聲音是用震動 是 是 你靠風景的震動 所以, 從我這個厚知蠔的庫頭位 那, 還在敲擊的時候 這些小小的蠱疙小的窮頭 都是相當不同的聲音 潑深了 我們在這個 這個高階有在這邊 所以我們在這邊 而且這塊木 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這塊木是硬木 這塊木是樹木 這塊木是樹木 所以這塊木頭 可能是一樣 但是聲音是不一樣的 似乎你割得深一點 就低音一點 因為這塊震動的長度 長一點 就低音一點 你等我一會 這塊木頭沒有那麼深 就是高音一點 等一等 只要是1cm OK 用Cm來加 就是逐個試 但其實沒有好意外 你都可以放在這裡 對 我們其實都想做 在最後可以 做到一個 可能是一個樂譜 很久的時候 真的有個例子 你是想跟ABCDE 這樣定出來的 對 那你要做很多個測試 因為你 計算不到 這件事 我們其實準備會做 500個的 所以就是這麼多的 Variation OK 就選擇了 這件事 比較長一點 是啊 長一點 長一點 喂 看得出一個是什麼 這個 是不是鯊魚 不是 什麼動物 什麼動物 對啊 海豚 叫做漿木 就是防蟲 防蟲 防蟲 好 我們用一些鏈鑼 去進行這個設局 現在就進行一些打磨 打磨了 要用鏈鑼 對 德州殺人王 我知道 對 今天呢 大會為我們的安排 更加適合小朋友去看 其實非常有趣味 在這個 臨區裏面 是藝術家怎樣運用這些廢棄的木材 再做出這麼有趣味性的藝術品出來 我們還有這些紀念品 我走 就是一些防蟲的漿木 OK 我是卡老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你訂閱 加讚 和分享出去 再見 好 拜拜 拜拜 拜拜